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17号星期三 这个星期的油管视频还剩下两次 就是今天星期三再加上星期五的 完了呢我就会离开去休假两个星期了 今天要说的话题是台湾企业家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星期三正式宣布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 所以这是今天两岸中文圈的一个大新闻 目前的情况是郭台铭要先经过国民党内的初选 郭本人说他不接受征召 征召的意思呢就是跳过党员投票 或者是通过民意调查来决定谁是本党候选人 跳过这个党内程序直接被指定为候选人 在现实中呢就是国民党主席直接登台败将 败郭台铭为候选人 让他代表本党初选2020年的总统 那么郭的意思呢是要先经过党内的民主程序 把基础打扎实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也出一个台湾版的川普呢 因为川普是大商人嘛 郭台铭也是大商人 那今天早上我和在台湾政治圈深耕的前媒体人 赵老师聊了很久 这个企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加入选战 是给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投下了新的变量 而这个台湾明年的选举呢 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刻转折的又重要一步 那咱们单刀直入的说吧 郭台铭想当总统他有什么优势呢 他凭什么能够选上呢 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 他是有一些一般性的优势 首先就是郭台铭有成功企业家的光环 这会给他加分的 还有他那个很强势彪悍的作风 他很容易给选民带来一种预期啊 就是郭台铭会把管理企业的效率和雷厉风行也带进政府 那这对于抱怨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选民就有吸引力 现在台湾50岁以上的人 他还有讲经过后期那个台湾政治风气的记忆 那个时代呢政治高压 但是呢他没有太多的党派斗争 所以他行政效率比较高 经济增长也比较快 这三十几年来 台湾它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最快的年份 就是在1986年和1987年啊 曾经达到过年增长15%的数字 在现在看起来是高的不可思议 所以对于怀旧又厌倦了现状的人来说 郭台铭对他们有吸引力 有利于巩固国民党在中老年选民当中 那个基本盘的统一吧 如果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出战的话 此外呢 郭台铭算是一个在两岸 甚至在中美之间都吃得开的人物 他旗下那个富士康集团 在顶峰的2015年 在中国大陆是有140万员工啊 2018年6月份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迎来30周年 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宣称是有100万员工 那现在有人说80万有人说100万的 就是最近几年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是有减少 但是呢他这个富士康旗下的六家工厂的出口额 就占到中国年度出口额的4% 所以呢 习近平曾经称呼郭台铭为老朋友 2017年郭台铭转战美国 号称要在美国投资300亿美元 结果也迎来了川普的热情欢迎 后来这300亿美元呢 应该是没有都落实啊 但是呢 他那个落实的程度 应该比马云的还是强多了 今年3月份在维斯康星州动工的那个工厂 郭台铭的投资大约是在100亿美元 川普呢也还是来了亲临捧场 因此郭台铭算是在中美都吃得开有人脉的人物 那比起其他国民党内的竞选对手 郭台铭也还是有明显优势 比如去年火起来的那个现任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他最近的表态呢是不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 韩国瑜刚当上高雄市长 他一堆承诺都还没有兑现了 就去竞选总统 好像把这个市的领导人当成一个跳板 那确实给选民的印象很不好 所以他和郭台铭去竞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至于剩下的那几个国民党内的老油条呢 什么朱立伦啊 王金平啊 这些人 那和他们比呢 郭台铭在政党圈子里面算是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也是有优势的 就是让选民对他抱有更好的预期 至于说民进党那边的竞争对手 蔡英文在党内是受到了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 但是呢赖清德的处境比较尴尬 如果他想说服民进党内的同仁 自己比蔡英文更适合代表本党初选总统 那他就要批评蔡英文的施政过失嘛 可是他自己就是蔡英文手下的前行政隔魁 他自己就是行政首长 他所说的那些不成功的事 有好多就是他自个儿干出来的 那不等于批评他自己没资格吗 所以赖清德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那蔡英文在今年年初 习近平发表那个对台湾一国两制的讲话之后 蔡英文的立场比较坚定不妥协 他也是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他的支持率也触底回升 所以蔡英文在竞选连任上呢 他还是有后劲的 假如说最后的情况是国民党的郭台铭 对民进党的蔡英文 那会是比较有意思的景象 因为看起来很像那个四年前川普对阵希拉里的情况 一个商人大亨老男人对阵一位惊艳老道的女政客 那是不是台湾也会同样上演大亨老男人逆袭 胜出的戏码呢 那前面说了郭台铭的优势 现在得说说他的劣势 第一当然是他缺少从政的经验 他的商界人脉能不能转化为政治优势啊 其实是缺少说服力的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身家百亿美元的大财阀 他去哪里投资都意味着上万的工作机会 所以在中美都以国宾之礼代之 都是对他很礼遇 一旦郭台铭从商界抽身 把红海的股份也转让给别人 他去竞选总统走政治道路去了呢 他就是一个人走茶凉的政治素人了嘛 而台湾又是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的啊 你要去当的是这样一个弱势政治体的总统 那国际政治很现实的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 那别人认不认你这个老朋友还甩不甩你啊 这个就不好说了 其次呢 美国他还是倾向于支持现任的台湾总统连任的 因为在国际交往当中 大国他更加看重的是政策的延续性 他喜欢自己了解的人信任的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出访南美洲和欧洲 提醒各国提防红色势力的扩张渗透 那么在台湾的总统候选人里面呢 美国政府对蔡英文的立场了解的是最透彻的 蔡英文那个不妥协的立场呢 美国也是欣赏的 他们之间是最接近的 因此美国应该是乐见蔡英文连任的 郭台铭对美国政府来讲不是他们了解的人 郭也没有从政的历史 让我们可以推测他的行为模式 但是如果台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他感受到的安全方面的压力持续增加 那选民也认为需要这个领导人有看得见 摸得着的可信赖感嘛 他得有更多的历史啊 有更多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种情况下蔡英文还是有优势的 因此回答一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 郭台铭能成为台湾版的川普吗 答案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川普他是代表着美国战略急速的转向和调整 这么一种思路是向保守主义全面回归 川普想解决的问题是美国制造业外流 造成的经济空心化 还有中产阶级贫困化 他威胁到了美式民主的根基 这么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巨额贸易赤字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用班农的话来讲呢 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不扭转 听之认之的话 五到二十年之内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美国是大国 是世界主导性力量 他对自己安危的理解 首先是在于对自己大国角色的理解 是在于对过去政策的全面反思 而台湾呢是小岛寡民 它是夹在中美两个强国之间 他这种地缘处境呢 那个安危的反复就非常容易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转安为危 一个事情做对了 也可能转危为安 所以他求得安定的首要之物在于责交 就是选择交往的对象 其实他也没啥可责的 就是在中美之间呢 要求得一个动态的平衡 台湾主导不了大事 他所能做的只是顺应大事 成为这个大事演变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参数 让这个形式的演变对自己有利 所以台湾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呢 他都得避免那种一面倒式的急速的政策转向 他都只能小心翼翼的走钢丝 有改变也得缓缓图织 都得看清楚了才能动 所以郭台铭是做不了川普 但是如果要在郭台铭和蔡英文之间挑一个 中共当然还是更喜欢郭台铭的 台湾的选举 他也会成为一个新式战争的试验场 我们看去年11月份台湾地方领导人的九合一选举 他已经体现出了那种网红大战的趋势 就是韩国瑜 你看他在互联网上大火成为一匹黑马杀出 社交媒体啊 他越来越成为影响民意的重要竞争场 其实台湾的真实民意 他早就不在报纸电视这些所谓主流媒体上体现了 而是在于社交媒体 在太阳花学运以前就是这个状况了 因为台湾的报纸和电视业早就被中资渗透了 他脱离那个真实的民意很远了 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北京的意思 而中共现在要做的就是占据剩下来的地盘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 因此呢通过什么假新闻啊 五毛水军啊 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来炮制民意影响选举 这个会是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 中共那边的一个重点工作 这个事情要让他做成了 他会在很多地方复制 这个2018年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中共那边的初步尝试 新式战场的初步尝试 2020年他会大举出击 所以我说这次台湾的总统选举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刻转变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那郭台铭呢现在只是宣布参选 他还没有提出政纲 他要在很多尖锐问题上交代明白 他的这个意见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呢会更加完整的表露他的政治性格 等有这方面的消息出来 我们再来评论 说到郭台铭呢 同样作为世界级的华人商界精英 那我就想起了马云 论才干 马云和郭台铭啊 是不相上下啊 马云还是趾高不低的 我曾经说 马云比那七个政治局常委加起来还要能干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夸张 但马云呢 你别说他竞选国家主席 他就是竞选一个人大代表 他都做不到 我记忆中 马云是在浙江省当过一届的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没有做过 但政协委员是白送的嘛 也不是选出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 其实我都很欣赏马云的才干 还有他的远见 他是中国少数有哲学高度的企业家之一 其实他的经商是在实践他对世界的一种理解 他是想通过商业来让世界变成他想的那个样子 他所想造就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呢 思想家籍的马云 看起来已经成为过去了 现在他的注意力很大部分 放在如何维持好和权力的关系 那也关系到他自身的安全 那个集万千槽点于一身的学习强国APP 就是阿里巴巴的团队开发和维护的 马云商业上的创造力似乎也在迅速耗尽 最近他和京东的那位刘强东都出来为996工作制辩护 996就是程序员们所抱怨的那个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一周工作6天 那个工作制一周得工作70个小时以上 马云4月11号在阿里的一次内部交流活动上就爆出了惊人雨露 他就说没准备好一天工作12小时 你来阿里干什么呀 我们不缺8小时上班觉得很舒服的人 刘强东大约同时也是发表了一段话 回忆艰苦创业的历史 刘强东说自己还不只是996 他是811加8 就是早上8点上班 晚上11点下班 一周工作6天 周日还工作8个小时 他们这套说辞受到强烈吐槽以后 马云又把他之前的话挽回原 说任何公司都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996 不为996辩护 但向奋斗者致敬 那这些加班光荣超时劳动合理的老板说辞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驳了 因为企业主和员工你们对企业的承诺不一样 舍生忘死的回报也不一样 当然在工作的投入程度上也不能够按照一个标准来要求 你刘强东马云是811加8不假 但是几年以后你挣到的是百亿身家千亿身家 一个小程序员你要求人家996 他连1.5倍的那个加班工资都未必拿得到 他累垮了进医院 公司也不给他多报一分钱的医药费 你怎么能够要求他和你同样的加班呢 这些都是常识常理不用再重复了 今天想强调的是 这些科技巨头为996辩护他说明个啥问题呢 他说明中国社会的创造力在枯竭 这些高大上的科技公司 你看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吗 还是走上了血汗工厂的老路 在竞争当中他们也没有别的辙了 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提高产出 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降低产品服务的成本 他竟然也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对于高科技行业来说无差别的啊 无差别要求员工超时工作 其实是严重透支行业的竞争力 高级的开发人员他需要从初级的技术人员当中产生 而你消灭创造激情最有效的办法 莫过于把所有人都无差别的变成血汗劳工 每个人都带着一身的疲劳和一腔的怨气上班 他下班的时候只会有一个感慨 就是下辈子投胎做牛做马也不当程序员 他既没有学习的时间 他也不会有兴趣 那请问一个行业都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 他会有未来吗 中国科技行业的血汗工厂化 它其实是严重透支了整个行业的前途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呢 也许有残酷竞争的压力 京东这样的电商 最近是受到了拼多多这样后起之秀的挤压 今天我在加拿大回头来看 就觉得中国的企业竞争 它真的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残酷性 真的像黑暗森林一样 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极短 如果一家企业 你不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拿到一个可观的市场份额 你如果不加速成长的话 你不仅是后面能不能出头的问题 你活下去都有问题 所以对手之间都跟乌眼鸡一样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就这状态 它不像西方的企业 可以满足一个有限的成长 但是稳健的成长 就是活下去本身 对于大多数西方企业来讲 它不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 所以这边中小企业也可以活很多年 家族开一个餐馆 都可以开很多年 开几代人的 当然这和整体的社会环境有关了 今天没时间细说 但是对于科技行业事实上的结果 就是996它透支了行业的未来 让整个行业的创造力被透支 那么中国企业也就难以在世界上 有长久的竞争力 今天另外想说的一个要点是 刘强东马云们给年轻人大灌个人奋斗的鸡汤 这事儿我是有点看不下去 鸡汤就是让你相信 如果你不信 那一定是你个人不够努力 你不要怨天尤人 这也是我明天会员网站上想说的话题 所要包括的内容 就是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成就 就是它明确了公共领域所遵循的规则 它和个人和家庭领域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两者有重叠 但是也有明确的区分 而且像安全尊严 这些构成你个人幸福不可缺少的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通过个人奋斗来加以确保的 你个人奋斗有可能得到 有可能得不到 你得到了也不能够保证它长期存在 这些东西只能够通过公共生活才能获取 并且加以保证 你说你不够成功不够努力 这没什么呀 不是说你不成功 你就不配享有一个有尊严体面的生活了 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会太成功 刘强东和马云那只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那剩下的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 人家同样有受到尊重的需要 有昂首挺胸的生活 不被人践踏的需要 而这一点呢 它是没有办法通过个人奋斗来确保的 所以这些鸡汤的有害之处就在于这里 你也没办法通过恶性竞争把对手都干掉 就能确保的 只能够通过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 在公共领域实现正义才能达到 当然你一说正义觉得好像很空洞 是吧 具体讲正义是什么 对程序员来讲 就是他们对于九九六工作制的抱怨 要被认真对待 劳资双方得协商化解矛盾 得商量着来 是你马云最后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 那么人家程序员也可以罢工 最后有必要要司法介入做出公平的裁决 这就是正义 而给员工灌鸡汤的马云刘强东们 这样一种正义可能对你们是没好处的 因为你们要多付钱了吗 你们想让员工无偿加班做不到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如果马云你的心智不仅仅是当一个富翁而已 那也许以后你也可以像郭台铭一样去竞选国家主席了 作为社会精英年轻时都有的那种豪情啊 就是打责奸计天下 当你成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衡量你人生价值的不再是财富了 而是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改变了 也许走到那一步 你也能去竞选国家主席 才不负你一身的才华吧 所以我要把这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 明天在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 咱们的话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主要是儒家伦理 到底能不能发展出现代的权利意识 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和大家见面 在YouTube上面 我们星期五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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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